中卜明大郎 曾經在品味入門有說過 真正懂生活的人是最在乎細節的 我覺得日本對於美 不再只是追求外觀 更是追求內在的力量 必須要先有好的生活品質 才能帶來設計的美感 日本的職人精神就是在小細節上的調整 永遠是在追求99.9之外的那個0.001的微調 或許它的設計的點幅度非常的小 卻讓你生活提升 甚至是改變你的一個習慣 這就是設計最核心的地方 也是日本這幾年一直不斷在追求 從事視覺相關行業的人 一定會挑外型好看的 才能入我的鏡頭裡面 現在我們看到車子線條都比較方正 會強調一種科技的感覺 我在沙漱頭身上長得到圓弧的樣子 圓弧帶有一點點復古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在復古跟新潮當中並存的一台車 我覺得Keylex跟自動掀影開的功能 真的是對攝影師來講非常的方便 像我們攝影工作者就出去都大包小包 有攝影包有相機 手上都是超忙的 自動椅蓋掀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雙手把東西放到車廂裡面 非常貼心 我很愛 大家是一種潮流 它沒有一個固定的框架 很多創意在裡面 滾搭就是把兩種最好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滿足不同的需求 就像我們的Willy 我跟弟弟就是一加一大於二 平台車啊包括大燈尾燈以及方向圓都是LE 對晚上騎車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照得夠遠 然後也可以讓對象的車看到我 我很喜歡它的復古元素 賽物圖的造型非常好看 外觀上做了很多細節 而且很細物 我認為好日子就是要在喜愛的思路中混搭出來的 這些東西很喜歡的 也請問一下 那就是這裡 réal 這本節目 那裡 感覺